台湾洗肾人口已经将近十万人,肾是人体泌尿系统的一部分,对人体生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很多人知道肝癌、肺癌、胃癌等癌症,却很少了解同样可能致命的肾癌,肾也会长肿瘤。 肾癌是怎么发生的? 一、诱发肾癌的危险因素,这个危险的因素就是肾结石。 肾结石长期刺激肾鱼粘膜,使得肾鱼粘膜充血、肾血、糜烂、破溃,最终引发肿瘤。 肾脏中容易长结石的地方主要是肾鱼和肾斩,如果不及时治疗,结石就会有小便大,甚至能将肾脏中有空间的地方填满,被称为路角形结石。 这些结石十分坚硬,如果长期接触肾鱼或肾斩的粘膜,亦造成慢性炎症、感染等,久而久之,就可能导致肾鱼长肿瘤,也就是肾鱼鳞癌。 曾经有权威专家表示,自己做过的手术中,最大的结石有123,而在临床上,有的结石甚至高达200克以上。 想一想每天都可能带着这些结石生活,就让人难以想象。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肾结石出现呢? 蔬菜总是给人健康营养的印象,但是有些蔬菜由于草酸含量高,不适合有肾结石或者肾功能不好的人多吃。 因为草酸会降低矿质元素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,和钙离子形成草酸钙,最终导致肾结石。 研究表明,大约75%的肾结石患者会形成钙结石,其中大多数以草酸钙为主。 偶有磷酸钙,纯尿酸结石在所有结石中不足10%,因此从预防肾结石角度,含有草酸的食物应尽量少吃。 这里笔者就跟大家说四种在生活中常碰到的蔬菜,它们含有的草酸一个比一个高,日常饮食中应注意不能吃太多。 2.草酸含量高的蔬菜,预防肾结石要少吃。 1.苦瓜 苦瓜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食物,而且可以轻活解毒,很受人们的喜爱。 但其实100克的苦瓜当中含有459毫克的草酸,属于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了,担心肾结石的朋友最好少吃。 2.空心菜 空心菜是一个绿叶蔬菜,又名凹菜,富含维生素、钾、绿等多种营养。 但是每100克的空心菜中含有约691毫克的草酸,所以吃空心菜时应该先用水焯一下再炒。 3.馅菜 馅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,而且既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开汤喝。 由于富含铁、钙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物质,有6月馅、当鸡蛋、7月馅、筋不换的说法。 但是其实100克的馅菜中含有1142毫克的草酸,肾结石的朋友更是要注意。 4.菠菜 菠菜应该是大家熟知的富含草酸的食物。 100克的菠菜含有1333克的草酸,所以菠菜并不推荐多吃,而且吃之前建议超一下。 3.预防肾结石的其他饮食注意事项。 饮食因素可在结石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,主要机制是影响尿液成分。 过去10年的研究表明,各种膳食危险因素的影响因年龄和性别而已。 多种膳食因素都有可能对很多患者产生重要影响。 包括液体、钙、草酸盐、钾、钾、动物蛋白、植酸盐、贼糖、果糖和维生素C的摄入。 液体、钙、钾、钾的摄入较少以及钾、贼糖、果糖、维生素C摄入较多与钙结石形成风险增加有关,摄入较多动物蛋白可能也有这种影响。 饮料的类型可能也会影响结石的风险。 钾摄入的影响存在矛盾,结石风险随着膳食钙的增加而降低,但在使用钙补充剂时增加或无变化。 得输饮食,其中含大量水果和蔬菜、适量低脂乳制品以及少量动物蛋白。 一项针对三组大型队列的分析发现,坚持的输饮食可降低男性、较年长女性、较年轻女性、高逼骂者和低逼骂者的新发肾结石风险。 因此,尝试降低结石复发风险时可采用的输饮食,当然最终效果仍需更多试验证实。 四,怎样降低结石风险。 由于草酸钙结石是草酸钙浓度过高,结晶吸出导致的,所以多喝水、多排尿,就有助于预防结石。 专家建议,肾结石患者每天应摄入三四升白开水。 我们将另一种结石碾成粉,加入特定的指示剂,发现液体变成了蓝色。 结果说明,这种结石的主要成分是尿酸。 生活中,很多食物经过代谢就会产生尿酸。 比如飘铃,如果尿酸过多,不仅容易导致痛风,也可能增加结石风险。 一,浓汤飘铃含量高,常见的菌汤,肉汤飘铃含量都很高,一般不推荐大量食用,尤其是已经确诊的肾结石患者。 但最新研究表明,植物来源飘铃的危害低于动物来源飘铃,所以纯菌汤相对来说更安全,可以少量吃点。 由于飘铃也是可溶于水的,想要减少蘑菇中的飘铃含量,同样可以先焯水再烹饪。 二,动物内脏,海鲜也含高飘铃。 动物内脏,如猪肝,鸭肝,鹅肝等,海产品,如带鱼,沙丁鱼,凤尾鱼,牡蛎,隔离等,也含有较高的飘铃,不宜过多食用,以免增加结石风险。 三,肉类也含有飘铃,其实我们吃的猪肉,牛肉,羊肉等也都是含有飘铃的,如五花肉中的飘铃含量为132毫克每百克。 将五花肉水煮十分钟后,肉汤中飘铃含量为38毫克每百克,而肉中的飘铃含量降低了30%,所以,肉类在烹饪前也可以先焯一会儿水,去除部分飘铃,辅助降低结石风险。 四,缓解高尿酸的法宝,除了焯水去除部分飘铃以外,还可以用一种法宝来减少尿酸的形成,这个法宝就是玉米。 玉米富含钾元素,是偏碱性的,它可以中和尿酸,辅助降低结石风险。 五,肾肿瘤容易被忽视的症状,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患肾结石?得了肾结石又该怎样治疗呢? 一,肾脚痛。肾结石的疼主要是肾脚痛,十分剧烈,仅次于分娩时的疼痛。 这主要是由于较小的肾结石掉落到输尿管里,随着输尿管的蠕动收缩,结石由上往下移动,从而导致肾脚痛,还可能伴随恶心,呕吐等症状。 二,肾脚扣肌痛。一些较大的结石由于不能掉落到输尿管中,可能没有明显症状,也可能表现为腰部肾脚不舒服,脏痛,隐痛等。 如果扣肌肾脚出现疼痛感,可能预示肾结石。 三,血尿。正常的尿液是淡黄色的,假如活动后出现腰痛伴肉眼血尿,可能预示肾结石。 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,如果出现无痛血尿,甚至伴有血块,可能预示肾结石长期刺激,又发了肾癌。 此外,肉眼看上去颜色正常的尿液,如果尿常规显示尿液中红细胞数过多,也可能预示肾结石或输尿管结石。 四,腰疼。肾癌引起的腰痛,疼痛常持续存在,位置偏左或偏右,位于一侧,常表现为隐痛或胀痛。 如果伴随血尿,腹部包块建议及时去正规医院就诊,尽早排除肾癌风险。 五,胃部不适。肾肿瘤压迫腹膜后的神经,导致支配胃石管的神经功能受损,引起恶心呕吐,吃不进东西,胃胀等胃部不适的症状。 症状持续存在。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,对身体各个脏腹起着滋养,如润的作用。 肾脏是人体气的底子,对各个脏腹起着温序,生化的效用。 如果肾脏出现问题,人也就垮了,所以养护肾脏很重要。 总之,预防肾结时需要多管齐下,从细节做起。 日常饮食中,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蔬菜的草酸含量高,当然也不至于不吃。 我们可以尽量少吃,或者制作的过程中用水超煮一遍之后再进行烹饪。 这也可以去除掉40%至70%的草酸,也能够得到更美味的口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